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因为当我现在我做完 这个应该叫做部分资料收集 就是说我100年里面 我只要其中的部分资料 101年我只要部分其中资料 我刚刚写了三个句集 我总会有时候会想说贪心一点 就是这个从头到尾呢 我都可以怎么样 一口气就直接做完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里反正我已经写好三个句集了 哪三个呢 第一个应该是叫做年资料创造 第二个叫做县市复制 第三个叫做户数收集 所以呢 我可能比较想法就是说 那我就用call就好了嘛 五叫这三个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然后就叫做应该叫做合并工作表 然后收集部分资料 1002好了 然后点选确定 然后停止录制 接下来我们就去收集 这个合并工作表收集部分资料 去编辑一下 所以呢 我在这里面我就写什么 我就去呼叫 呼叫 第一个 你要按照顺序呼叫嘛 先是什么 年 年 年 资料 创造 其实 在这个地方我一直没有很 琢磨去 想要告诉你 在这里 拉开一点点 就是 曾经我们做的这些名称啊 这里面它只有写模组 你要打开模组才会看到 所以这边我就觉得说 它那名称啊 很难兜起来 就没有花很多时间要去教你这一块 可是在这个地方 呼叫什么 年 资料 创造 你可以 在这个地方 自己再去看啊 这边 年 资料 创造 不要打错字就好了 再来 年 资料 呼叫 创造 然后 线式复制二 所以继续输入 这个扣 线式 复制二 再来 再呼叫什么呢 呼叫 呼 数 复制 复数收集 可是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哦 就是说 它最后游标停留的位置 未必是它要开始的位置 对不对 就是我在把那个开始位置指定给它就好了 所以 我想 这个逻辑是很容易理解 你看哦 我现在去执行它肯定是错的嘛 我现在去执行它肯定是错的 那年资料副创造 这字不要打错咯 好 那我们呢 刚刚 年资料创造应该是游标落在这个地方 没问题吧 所以呢 这是不是叫做哪一个工作表 List工作表的什么 这个 对不对 所以先把游标切换到这个地方 怎么切换呢 那当然就是List工作表里面的D12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先显示 工作表 然后 List 的 储存格 D12 那就是4 12 的选择 就是我们刻意告诉他 你要先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 才可以开始做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做限制复制的时候 对不对 对应该12是 然后接下来限制复制2 是不是我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要去选择这个范围 就是看一下 在做那个限制复制的时候 限制复制2 编辑 我是不是先选一个什么 现在游标 我必须要落在 这个 A1到A22 因为他是用什么 他是用相对位置 那各位应该要知道 就是 我游标落在这里 也就是 Blister工作表的 C12 所以刚刚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是不是要来写 就是我这边 我不管 反正做完 做完之后 我要 把游标切换到这个位置 我才可以开始 呼叫这个聚集 来去执行 执行完毕之后 我是不是又要再将游标 落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就来看 那个聚集的 户数收集 编辑 我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不是 一刚开始的时候 游标是不是要落在 一样 List的什么 D12 可以吗 你怎么知道是D12 因为这边告诉你的 对不对 你不是要去看说什么 这个判断是不是 这个到底是哪一个 这边就会告诉你了 他是不是说 先到List这张工作表 去选择他 选择他 然后 那一个要进行超连结 那不就是D12吗 所以 这个地方 直接把它复制贴到这个地方 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先暂时把刚刚这里面资料是不是移除上连结 然后Total里面值全部都清空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里聚集 执行这个 合并工作表收集部分资料 1002 执行 看一下哪里错 因为他说这个地方 D12 回到List的工作表的D12 这边应该都执行完了 我要强调讲一下 就是说 是这个地方开发人员聚集 我一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一个叫做年资料创造 然后编辑一下 要改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 整个这样做完嘛 做完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告诉他说 请回到像Total这边的话 不是在那一个的最下面 而是接到B2 可是刚刚我用B2 我全部都是用Sales 我不是用储存格的选择 不是范围的选择 在这个地方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要改成范围的选择 就是B2这一格的选择 好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 他在刚刚执行 执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是不是 就是就会直接跳 跳到这一个了 好 那接下来 我再进行县市 这边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我这边做这个县市复制2 编辑 一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也告诉他说 我现在的游标 要移到List 的C12 然后把它选取起来 好 接下来去做那些事情 就是他会选到22个县市 然后进行复制 然后整个都做完了 做完 好 做完的时候 他游标会落在哪里 他游标是不是落在 B Total工作表的B的最下面 我是不是应该把游标这时候 改到 改到什么 Total这样 因为现在还是在Total这样工作表 所以呢 我就直接输入Range 的B2 储存格的选择就好了 就是 接下来他就会跳到C12那一格 跳到C12那一格完毕之后 是不是就跳来这边 然后接下来呢 开发人员聚集 我是不是就执行 户数的收集 然后接下来 一样去看 我一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是要先去执行 I等于12这变数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切换到那个List这张工作表 然后接下来 这个位置应该就是要落在范围应该是B12 可是刚刚我们在做完 做完那个资料复制限制那个复制的时候 他是选到那个C12 对吧 他是选到那个C12 你看 例如说现在我去执行 我先把这些内容整个都删掉 List这边 我先把这些全部都移除超连结 好 有标落在这边哦 开始去聚集执行 因为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你大概看一下 这些内容都不需要 因为我已经把那个最后 它落在什么格子都已经选好了 就算你要写也应该是写 Range 比如说一刚开始的时候 要这样子写 应该是D12 把它选取起来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哦 这应该都不需要了 好 比如说聚集 然后这个的执行 我们先来观看啊 它 互数收集前这边产生错误 互数收集前这边产生错误 那 前面这边是都对的 前面这边都对的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重点就是 它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从这一格开始 往右移动两格 它应该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是要去抓这张工作表 要去抓哪一张工作表 是不是要去切换到一百年 所以这边 是不是没有选到这一个 所以 在做 在做这个聚集的时候 编辑 我必须要把它切换到 就是在做互数收集的时候 我必须要先把游标 落在 D12 这一格 就是 跳回去 List这张工作表 然后范围是D12 再去执行这个互数收集 好了 我们 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边这total全部都把它删掉 执行 你看 这样子是不是就整个完全成功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把那个 最后衔接的那个位置 接好 你这三个聚集 就全部都可以串在一起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total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正确的资料 可以知道 我要最后跟人们讲 就是说 就算你并十个聚集都可以 只是你把那个起始的位置 我在写这个聚集 互数收集的时候 我是怎么写的 我是不是一刚开始 一定是先从这一格来写 所以我就必须要去执行这个 互数收集聚集 前面我就补写 那你有没有可能做完上一个聚集 它可能落在这别的位置 就不是这么刚好是这个位置 而且可能会落在那个别张工作表 也许是105年的什么地方 都有可能 可是这个时候 你就记住 我现在告诉你的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分三个聚集写 分几个聚集都可以 可是写完之后 最后只是请你一定要 在串接这些聚集的时候呢 你就把这个开始的位置指定好 开始的位置这边指定好 我这边没有指定 那是因为说我已经把那个 线式复制 那前面跟后面我全部都写好了 所以我只是要 最后要告诉你们这件事 这样子的话一定可以成功 这样子的话一定可以成功